- There's nothing I would rather be than to be an Aborigini - And dream of just what heaven must be like - You guys, I'm an Aborigini too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is 達利 在今集的香港原住民 Aboriginal Hong Kongers Stanis 所挑選的主角 就是澳洲殿堂級金像獎影后 尼哥傑曼 Nicole Kidman 相信大家都會記得 尼哥傑曼在2021年8月來香港拍一個劇集 Express 中文翻譯叫做外籍人士 由於那個時期就正值是COVID新冠Delta的肆虐 但是尼哥傑曼卻得到香港政府特別優待 豁免了他的檢疫 這件事就是一度引起社會關注 最後外籍人士Express 這一套劇集 終於就在2024年1月26日 在影視串流平台Prime Video播放 但是隨即就引起了一連串 連全世界都關注的決定 就是這一套劇集 是經過一連串的特事特辦 特別是優待尼哥傑曼在香港拍攝的劇集 最後竟然不能夠讓香港地區用戶去收看 故此在今集的香港原住民 Stanley就想跟大家一起揭示愛籍人士Express 特別是劇集中的第一主角 尼哥傑曼在這個放棄香港播映權的抉擇 究竟是釋放著一個什麼重要的訊息 他和近日《基本法》23條準備立法是如何的密密相通 關於愛籍人士尼哥傑曼這個特別的經歷 Stanley稍後會用一出澳洲的原住民電影 英文名叫做Walkabout 裏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情節 去帶出Express 放棄香港播映的決定 給香港人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而在之前讓我們大家看少少 外籍人士Express的Trailer Express的主旋律是講到主角尼哥傑曼這位外籍人士 之所以要去香港最初是想去回避自己作為人妻人母的擔子 而最初他們夫婦是很享受港式的生活 但是一次的夜繽紛 Nichol Kidman 就不見出她的小孩子 一個黑骨銘心的經歷 讓Nichol Kidman 終日徘徊罪責感和悲良感 而這套劇集的背景是正值香港2014年的雨傘運動 Nichol Kidman 終日徘徊罪責感和悲良感 在Express愛食人士 之所以有那一幕大約是20秒雨傘運動的片段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由於 在2017年2月尼哥傑曼用去那一間叫做花開影業 拿到韓裔作家李倫經的小說 《外籍的人》的影視改編權 由於李倫經寫那一本小說正值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 那尼哥傑曼為了要忠於圓著 所以就在片集中用了那一幕大約20秒的雨傘運動的片段 而正正是可能由於這一幕的雨傘運動的畫面 所以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的發言人 即是人稱田雞的田啟文 就說這個是其中一個的主要原因 所謂要避免不必要的風險 所以Express愛食人士雖然是在香港拍 最後都是決定不讓亞馬遜他們的prime video 影視串流平台去播放這一個劇集 那究竟田雞田啟榮所說的為了避免不必要風險 是怎樣形成亞馬遜或者是尼哥傑曼這一個的決定 那Stanley就用時序作出以下的看法 那相信大家都記得Umbettered Movement 雨傘運動是在2014年9月開始 一直是last了79日至12月結束 而尼哥傑曼就用他的花開影頁 在2017年的2月從韓裔小說家李倫經 拿到他的外籍的人的影視權 那在年半之後 亞馬遜影片就宣布會預定那個電視劇 那他就把小說的名字改少少 叫為外籍人士Express 那可能是由於反修例運動在2019年6月發生 而之後大家都記得在2020年全球就爆出新冠病毒 而香港就更加經歷到屋漏兼連夜雨 在2020年6月大陸就通過港版國安法 而急急腳在7月1號在香港正式生效 那在一年之後的2021年的6月 港府就修訂了這個電影檢查條例 那對於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影片 電檢署就有權力去刪除 而在兩個月之後即是2021年的8月 澳洲殿堂級天后尼哥傑曼 竟然在COVID-Delta變種的疫情期 可以不用Quarantine 即是豁免檢疫 來到香港拍攝Express 外籍人士這一套劇集 那尼哥傑曼就真是可以活生生 成為一位擁有特權的外籍人士 那翻查資料 Liquel Kidman之所以可以豁免檢疫 原因就是坐自己的私人飛機來到香港 而在拍攝期間的一個月 他就租了山頂一個豪宅居住 月租要幾十萬港元 那講到這裏 其實Stanley就想大家注意 Liquel Kidman這一套Express 其實是已經跟反修例運動 國安法甚至乎都是在修訂了電檢條例之後 才是在香港那裡開始拍攝 還要過了香港疫情封城那一關 所謂連過四關 故事從時序邏輯 Kidman這一位特權外籍人士 他所製作這一一輯的Express 是應該可以說過了香港的國安法 以及修訂的電檢條例 故事到2024年1月26日 Express透過亞馬遜的影視串流平台 Prime Radio全球公演 這片唯獨是香港地區的用戶未能收看的消息爆出之後 全世界都是十分之驚訝 情況就是好像一個禮拜之後 球王美斯事件 由龍的傳人突然變成一位香港的原住民 意思就是說 尼哥傑曼這一位曾經是屬於特權的外籍人士 突然間變成被打壓的對象 Stanley重複從時序邏輯 雖然說這一條片是 Based on李倫經的小說外籍的人 所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在香港的雨傘運動期間 講時講雨傘運動那一幕 頭美已經是成十年那麼久 那究竟為什麼Express 香港拍又不能在香港地區被收看 同時序邏輯 是應該和反修理運動新冠疫情 國安法生效 電檢條例修訂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正所謂如果是有一關過不了 尼哥傑曼這一套特權人士 都不可以在香港那裡拍攝 就著這個謎 有人去查問香港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而得到的回應 就說政府不會就著這個問題發表評論 反而就建議提問者去詢問亞馬遜 但是亞馬遜的代表就沒有立即置評這個提問 故此 人們就繼續去問田雞田啟文 而去的答案 就說有關人士是不想冒著一個叫做不必要的風險 那關於田雞所講的一種叫做不必要風險 究竟是什麼 從以上所講的一種的時序邏輯 我們說到既然尼哥傑曼 憑著去自己的外籍人士的特權 overcome了反修例運動 國安法 電檢修訂條例 新冠疫情 而可以來到香港拍攝 即是說以上的事情 從時序邏輯 並不能夠構成 Express不可以在香港地開收巷的原因 而Stanley認為 從時序邏輯 阿馬遜和尼哥傑曼 是收到風 可能是由於香港政府擔心Express的背景是正直香港的雨傘運動 而怕這一幕是影響港府對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的部署 這個hypothesis Stanley也是基於以上所講的一種的時序邏輯 因為當Express在1月26號全球公演 四天之後 即是1月30號 港府就正式宣佈 用一個月的諮詢計劃對基本法的23條進行立法 換句話來說 同時序邏輯 港府是懼怕Express那一幕的雨傘運動 會成為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的沙石 而事實上在過去的兩個星期 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除了1月26號Express 全球公演而能夠香港地區收巷的反治事件 之後在1月30號 我們就知道港府宣佈計劃對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 作出一個月的資深 在5天之後即是美斯事件 美斯一位曾經是特權的洞的傳人 變成一位香港的原住民 Hong Kong Apo-regional 又或者叫做Apo-regional Hong Kong 從Stanley的時序邏輯的approach 無論是尼哥、傑曼和美斯 這些Express 或者叫做洞的傳人 因為港府要事在必行 在今年可能是回歸期間正式立法基本法23條 港府為防有沙石出現 所以就要取消外籍人士的特權 對尼哥、傑曼又或者求王、美斯 他們曾經都是香港政府的天之嬌子 或者叫做天之嬌女 但是適逢基本法23條的立法 他們的特權都是一瞬之間完全失去 說到這裏 Danny就很想從一套叫做Walk About的原住民電影 去從尼哥、傑曼的Express 一生經歷 學一個功課 所謂叫做尼哥、傑曼對香港人的啟示 Walk About這一齣電影是講一對白人子弟 給他爸爸帶到澳洲的沙漠 爸爸自殺死了 而這對子弟就要在沙漠自己求存 如果你不是沙漠的原住民 一般人就會在三四天玩完 不幸運的話 遇上高溫缺水 不用一天都可能沒命 其實Walk About這個字的意思 對澳洲的原住民就是一種成年的儀式 年輕的原住民就會一個人自進入那些荒野 經過一段時間在野外的生活 比如找食物和水都要自己解決 而在戲中 那一對本來等死的姐弟 就在他們的人生絕處裡 遇見這一位進入成年儀式Walk About的年輕澳洲原住民 雖然他們是雞和鴨港 但是這位澳洲的原住民年輕人 幫助這一對姐弟 一步一步帶他們回到白人世界 正當那一位原住民年輕人 在他們的Walk About成年禮的考驗 以Gradurator with Distinction 即是拿到銀雞獎 特別是幫助那一對沙漠的experts 即是那一對外籍的姐弟 回到白人世界 但是正正在這一個時候 這一位原住民的年輕人 就經歷到澳洲白人 怎樣去破壞澳洲原住民所嚮往的 身體平均之下 這一種的打擊 令到這一個原住民年輕人 頓時間失去了所有的方向 而一對白人姐弟的experts 是深深感受到 這位原住民的朋友的徹底沮喪 但是眼看現實的殘酷 從地緣政治來說 他們始終都是experts 所謂外籍人士 不懂得幫助他們這一位的朋友 離開這一個死胡同 只能目送去一步一步走向絕望的死陰之地 在Walk About最最後的一幕 就是講到這個原住民 年輕人相信他用那些水牛骨頭 磨成白色的粉末 用水去融合 去逃抹身體 之後他就跟那對experts的姐弟 跳去自己的原住民舞道 意思是應該和這一對的姐弟說一個的Goodbye 而最後這個年輕人就被發現 掛在一棵大樹裡 好像耶穌被釘十字架一樣 而一棵大樹也是好像香港雨傘運動 那些unbara一樣 嘩 這麼快就來到這一條片的總結 從尼哥傑曼的experts 和剛才那一出的Walk About 對香港和澳洲的原住民來說 尼哥傑曼和這一對白人姐弟 他們都是experts 外籍人士是享有很多的特權 但是假如去到一個沙漠 又或者此刻的香港 這一班曾經是擁有特權的外籍人士 特別是此刻的香港 政府為了要完成他們的特殊使命 比如為基本法23條立法 而要拿走那些的沙石 就算是殿堂級的荷里活影后 尼哥傑曼和阿馬遜 都要和香港say goodbye 同樣是Walk About最後的一幕 當那對白人姐弟 見到救他們那一位 在Walk About儀式裏面拿銀雞頭的年輕人 掛在一棵好像雨傘運動 那一棵雨傘大樹之上 情形就好像見到耶穌掛在十字架之中 是要告訴世人 當人類特別是那些獨裁的政府 為了要迎合上意 他們就會不惜破壞原住民的生態 但是Stanley相信 縱使耶穌或者這一位原住民年輕人 以及今集所講的那三位experts 在他們Walk About的歷練 此刻好像看到的都是不好的東西 但Stanley的信念 就如耶穌一樣 他是能夠戰勝黑暗和死亡 今集的香港原住民 Hong Kong 阿布維俊尼斯 就做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 就記得給個likeStanley 免費訂閱就是更加理想 多謝了 拜拜